今天又来取地龙了 这个取地龙的话就像拆盲盒一样 希望今天美龙都抱货 今天晚上下了大暴雨 你看现在都有一点小雨萌萌的 肯定那个就是出气口都被安了 水库是必不可少的 有网友说如果怕水库掉的话 可以放在这个裤腰带上面 哈哈 然后把它泡在这个裤腰带上面 应该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还第一次这样穿 哈哈 哎这样还可以 哎呀我看到好多小鱼都死掉了 哎呀天哪 哈哈 好多就是那种肥头 那没有黄胆呢 我看一下好像真的没有 这么多肥头 看一下第二龙 哎呦 哎怎么全是肥头啊 没有一条黄胆呢 没有一条黄胆 可能是被主人家安过的 嗯 再看前面还有一个 哎呦 哎呦 哎呀 三个全是肥头 没有一条黄胆 可能是被安过的 好了 哇 这个 这龙是最多的 上次按肥头 没有按到 今天按了这么多 你看 每个都是肥头 哇塞 这个砸球来吃的话 特别的下酒 又很香 这个地好滑呀 昨天下了很大的雨呀 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 你看涨水 我都看不见笼子在哪里了 看我的网子 这里的 你看网子的 天哪长得 长得这么高 看一下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还是只有肥头 这咋回事了 好深的水 网子都 你看 都淹得这么下去 还是肥头 看下还有一个 还是肥头 昨天都没有这么高的 你看都已经到我这个膝盖这里了 昨天是到小腿 小腿中部 全都是肥头 没有一条黄线 我感觉哈 是不是那个蚯蚓 就是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 再一个就是 这几天哈 连续下暴雨 就是天气有点凉 所以它 安不了黄震 下次 一定要吸取纪念 重新来过 但是我们还有两个鱼塘 希望都记得到最后两个鱼塘 下次还是要等到天晴朗了之后 再次来安红色 那我也好一点 都慢到这上面来了 一条都没有 太失望了 今天真的是好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昨天晚上真的是涨水影响了 我感觉 今天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自家的鱼塘 不知道会不会有收获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这山路上那个黄拉丁暴龙啊 我的天啊 你看 哈哈哈哈 哇 这么多黄拉丁呢 你看这个 好多黄拉丁 还是我们自家鱼塘给力 哈哈哈哈 没想到就是黄拉丁暴龙 全都是炸的 哎呦 这个好不吃啊 哎呦 完了 你看这个刚刚被扎了 啊 天呐 天呐 真的是太痛了 我的天呐 这个黄拉丁扎了之后要痛很久 这条鲸鱼你看那个嘴巴长得好奇怪 今天最后一龙 希望也是 有事 哇 哎呦 没有那么多哈 但是还是有几条黄拉丁 分钟他就你看 这个就肿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最后的大收获 哇 这个有两三斤黄拉丁 今天正好是短五斤 全部弄来 加九 今天去建材市场呢 帮奶奶挑选一下新衣柜 她那个老衣柜啊 我早就想给她换掉了 带大家去看一下就是 以前的一个老衣柜 反正我奶奶用了几十年 一直舍不得扔 都坏掉了 我身后这个衣柜的话就是 以前奶奶陪驾驶的一个衣柜 几十年的一直用到了 现在她都舍不得扔 但是这几年考虑到 她迫使得比较严重 你看这个镜子哈 破的不成样子了 她还在用 而且她装不了什么东西 像衣服呀 还有一些被子这些 她就装不了很多 所以打算给她换一个新的 走吧 我们现在去给她看一下颜色 今天来表姐店里面选 这次已经变好尺寸了 今天的话主要是来选一下颜色 来我们亲爱的周大姐 周大姐跟我介绍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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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谁还是选哪个原文社吗 嗯 还是选选哪个 谁还是什么读文学 这次是 谁是 今天是东西 这个 东春呀 咱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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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有个 有个 大家帮我选一下 然后我就不难 这个 黑地 然后这种 这种颜色 因为我觉得龙春嘛 反正要外 vest一点 搁那只 白色 Fox 妥容的 我一直 我 PROFESSOR 我在 überhaupt 这种 迥 Italy 感觉太薄了 嗯 到时候就在城地鱼的 软闹中颜色 哈哈哈 你看看还有是小 cards 哎 这种幻色的 默色気味 看到没有 嗯 一旦那种 煮 Champ 这种是吧 嗯 就是陰州的 这个是灰色片的白色 这个是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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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已经把衣柜还有制物柜的颜色定好了 选了好久 回去了